我們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早 大家應該有吃飽飽 有 啊 長期總有睡飽 有 有喔 到我們 你知道我們真的是幸福了 一個短 那我想昨天能不能說 能不能說 好難度 團單隊有機會可以 跟我們交到團隊 好多不見的我們團隊 在一起交代 一起聚集在一起 那有些個觀眾 我真的沒有朋友說 都是以前我在微信上 跟參考的 不然跟講的是參考的啦 你們都很明星 對你們都很明星 那我覺得今天很 這邊在整個這樣的活動裡面 大家感受一點 其實我們的 對於這些知識技能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更有感受 那我想做過昨天這樣的期待 那我們會再繼續聯繫這樣的幸福 可以到我們第二天 所以這邊呢 我們整個會議系下面的技能 那首先呢 我們最主要驚喜的是 PYC思考 還有教學營養 那這部分呢 就會歡迎我們兩位同學們 兩位教授還有文帝登教授 是不是可以進兩位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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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會去公眾 Sax童 Agora 其實 呃 各位夥伴來覺得其實我們要 呃 因為 因為這樣活動呢 其實我們在地的金魚呢 它是特別的 我們所有的那個 遺漫的名牌 在我們後面 就會等下我們有時候休息 等下休息的時候上班 好不好 我想接下来是我们的精神的享用 就是 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教授 那个太几次过的图路一间 所以那时候就要自己来做 所以要请那 如果有这个 那时候我们曾经老师回起了 我们是因为在第一次 要来认这一个 经理 然后呢 认识我们就是要好 然后 今天的 第一场 一开始表演 那共和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發展出來就是 這樣可以嗎 就是一般思考 主要就是要去內合理且有效的 查詢分析屏幕 全新屏幕 然後推論原則 然後我針對什麼是合理的 舉一個例子的嗎 比如說 我們把一個深谷師跟一派人拍拖 我們發現深谷師跟一派人拍拖 打錯了我們的 就是對這兩種東西的價值觀 然後接下來我就想要規則說 到底是因為深谷師太貴還是不太貴 太貴了 哪一個是 還是比較合理 那就信有的資訊 所以不可能就是你要說 深谷師太貴或合格太貴 其實都是可以的 就是會針對你的假送 或者會覺得應該深谷師 可能提供一百五十塊就很貴了 然後你的牛排是一塊 就是快得到兩百克三百克而已 也是兩三百塊的貨 然後所以這個合理的話 或者是基於你或公認的資訊 你所做的規讀 可以說得通 那就是有效的 然後什麼是有效的呢 有效的會比較容易簡單 比如說 2020 我剛到澳洲的時候 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然後疫情之後 今天都沒有人在影響 那我也就不好意思 然後就想說 這個國家可能沒有Case 但是其實這樣的推論是有效的嗎 就沒有 那麼像聽說 謝老師現在也領到了很多 那一下機場也是怎樣 都沒人來一種操 但是美國確診已經有很多很多 所以那個有效的話 就是要在我們前面下 主要是要用那個 領域的位置 然後去形成的推論 但是在我們的數學課 其實還比較容易看得到 但是在生活上 真的要到有效的那個 就是有效的推論的話 通常就是可以 都會有一些 模糊的空間 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是 這個合理由效 還記得我們在中期區 聯考的情況 我記得這位老師 也提了一個很非常多的問題 就是當我們談的體驗系 老師好像也在對談 然後在Volt Home的那個場次裡面 好像也在對聯 也在討論 可是雖然都是對談 對談是一個方式 就是一個一個兩 不整理的公眾 所以本身很重要的是 如果是提談性思考 或是認證 他必須要有效 只有在這樣子討論 我只要告訴你 我的想法就好 我只要把我的想法 盡量讓對方清楚了解 可是對方不一定要去 就是你不一定要去接受 你不一定要去說服 對方要來接受你的想法 可是我們今天是認證 就是P-Lan 性思考 就是要把我的想法 那有效的話 就是要拿到 我們在訓權裡面的 也必須要訓權的內容 所以P-Lan 性思考 對方要來接受 P-Lan 性思考 P-Lan 性思考 P-Lan 性思考 就是P-Lan 性思考 我覺得在我的樹林學院裡面 即使在小學的階段就可以來學習 我覺得這不是在學學科的快捷 跟其他學科 謝謝 對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一碗派一個 大概四十分鐘 我們要抓緊時間 也請大家現在就去想一想 我們已經沒有進入任職 然後我們用的運判思考 然後我們的運判思考為什麼會有藥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我也想要提到 我們跟過敏 過敏就要吃過敏的藥 他們也有一點想要做比較好 到了中午就忘了說 到底自己有沒有吃的藥 第一個 直覺反應是怎麼樣 我趕快來學醫師 我哪一天拿藥的 然後現在過了幾天 然後應該剩幾個等等 就是快食 接下來呢 他要慢想 現在突然覺得我幹嘛弄麻煩 因為那個藥是兩個一盤 然後 因為我知道我是早上開始吃的 所以我只要用什麼去判斷 就知道我早上有沒有吃了 根本不用真的去說 用什麼判斷 用肌肉 對啊 就是看剩下那個狗素的話 很多早上就很難吃了 所以其實很容易 而且這個也是把人幹 進去放進來 好 OK 然後 然後 那思考為什麼重要呢 你們發現說 他已經跟後方圖 就是查理前代的錯誤 那個方法是跟那個 沒有那麼的錯 或是說 沒有那麼有效 這樣子 沒有那個效果 就剛才像我要剛才重新點數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的有效是那個 推入上的有效 就是一組合那個 典疫規則 典疫規則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其實還是可以促進朋友 聽他的話就是 我們再想一下 從壞事變慢 想不促進飯吃 然後去改改 對 然後 然後 我剛剛 病症老師也有提到 如果我家去聽飯吃 好可能就更有助我 所以我做聽說 然後 系統思考的這個介紹 甚至是創造力 這不是我講的 都是有一些文獻的詞曲 然後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不談八大器人 那你都覺得 一般思考好像已經怎麼樣 所有的 假設要 用數學的思維 以簡慾感 我分對就把八大器人畫為 只要一個一般思考就 沒有這樣 到底同不同意呢 我們再看看喔 好 另外一個學者 他還提到 一般思考的特質 用左邊這些 他列出來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 左邊這些 跟二次一世紀技能 好像也可以稍微連一下 對不對 第一個 知音現狀 你會想到 那個八大器人哪一個 質疑嘛 就是批判 對不對 然後探尋真相呢 探尋 研究探究 組織有系統的持續探究 你問誰 想說 好系統 然後 要持續嘛 對不對 你再把自己的堅持也放進來 然後 以及如果分解問題 這可能會跟溝通有關喔 然後再來 解決問題的資訊 跟情依面比較有關 或追求新資 這跟創造A連上 然後同不同意見 然後反思個人 這跟反思有關 所以從文獻上 有時候你去看他們 在情依面看思考的時候 其實包相包海 那是不是真的 我們要留給他就好呢 但是 如果你去考一下 說 如果我們想要真的 就是做評量 或者是我們要真的 可以入課室 就是我們要教學生方法 如果一個技能太大 其實有時候就不容易比較 精準或有效率的 去做評量 去發展學生的思考成員 或思考技術 所以我們就要想想 怎麼樣轉化文獻的看法 然後變成是我們實務上 比較可行有用的 這是另外 批判思考步驟 看起來也很像在解決 辯識判斷之後 然後再列舉一些可能性 然後評估結果 做出決策 然後決策完再檢查 你把決策 如果大分數學解決 你就可以說 那個就是有初步的結果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會討第九題 像這一題的話 如果要解 其實也要開始辨識說 哪些是重要的訊息 然後或者是辨識題目 到底要問問什麼 所以他提出的條件 也不是原來的 那個 像是裡面 有1到6號的球各兩顆 他已經換成說 已經有5顆被抽出來 然後剩下7顆的狀況 對不對 然後今天阿淳打算從此箱內 因為剩下的球 剩下的球要有自己判斷 剩下7顆 然後抽出1顆 那香菲剩下的每顆球 被他抽出的機會相等 那他抽出的號碼 於小如已經抽出的5顆球中 任意1顆球的號碼 相同的幾率是多少 那小如號碼有1223 然後約會有2顆 所以有可能會有相同的 就是列舉就是1啊3啊5這樣 然後我要怎麼去算他的幾率 然後接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檢查 我可以反過來說 那沒有的 就是不會登那個小如 不會跟小如一樣的 那這樣如果兩個錯 合起來是1 那表示我的答案做得還滿合的 這也是一種檢查 所以就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還是一樣在一次證實說 我們現場真的把批判思考 硬得很快 但是呢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提到說 因為我們要真的 比較能落實到現實面去 作品量跟教學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訂成 是有別於其他的思考技能 比如說我們要跟創造看 就也就不同 跟多通不同 跟系統不同 但又要保留它的核心特色 那它的核心特色是什麼 剛剛開始就講了 要合理有效 所以要先產生一些質疑 然後接下來有性思考 就會衍生到核心的效果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抓出三個五數 就是查學毛困說你感覆 然後彈斷有效器 反而定為就是 我們書教作經這邊 要去看待說 拼和思考的一個 評量跟教學的一個基礎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先看教學 那教學的話 關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再看 謝謝 請大家找一找聽看思考在哪裡 請大家找一找聽看思考在哪裡 請大家找一找 來 各位有遠遠足 今天 消課族什麼大力晚上 用什麼 媽媽 好 劉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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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離開一個地方 他們想要去哪裡呢 葡萄棋盤 新的棋盤 葡萄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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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棋盤是一個方格棋盤 你現在是一個建築師 你幫他們把他們搬到我們的棋盤上去 去時候的這個家 找個出來 第一個原則 我們就要按照每個棋子 他們真的實際會進來成立 第二個原則 就是葡萄棋盤的一個原則 你只能從製作 你就要委屈一個正當性化 你只要手下去之後 拿到一個玻璃的物質棋盤 然後還有拿到 我們會拿到玻璃的棋子 對不對 請你試試看 你要怎麼樣在這個方格棋盤上 委屈他們的家來 你覺得做三個棋子 哪一個是最難放的 我覺得最難放的 然後應該是這個很麻煩 因為馬鞋就是 不要去思考 現在上方會是不是 一個正當性化 把他一直走 把他一直走 然後 把他一直走 再一開走 下來 下來 然後再從這 然後就委屈一個正當性化 然後接下來呢 請你幫我算一下 你幫我算一下 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竹琴的面積是多少 加一分比起 你有什麼 我記得 我記得 你為什麼 你要那個 我記得 我把你 有一个这里连接起来的 对 连在这里 对 然后爬到这里来 对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两个 对 然后呢 然后有几个 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个完整的 因为有一个完整的 然后这里这里接好 对 所以拼装前 这边这样的变迹怎么帅 我们先用这样的算 就是中间这里一块 是正常级的 然后这里是2乘2的正常级 然后这里是高级1 这个高级2 所以说就是 这个三角形就是比辰3 除2 所以这个三角形是1 这四个三角形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1 这是1 然后中间是 所以说4加4 对吧 所以像是1 就让大家放出来 就是说 每一个是中间的变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照变迹2 比较回归 你的变长到底有多长 我做了一个大蓝的规测 我觉得这个变迹4八的这个形状 它的变长应该是多少 看完的话 然后 你小屋里面讨论一下 我觉得应该多远达 变迹4八的这个形状 它的变长 请看到这里 有没有看到 有给学生需要批判思考的机会 看有人点头 有为什么能看到什么讯息 觉得 那跟主讨论一下 就能看到什么讯息 然后觉得已经可以 有机会启动学生去做批判思考 那这个三个做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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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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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是 几岔以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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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